今天各位帶來的對決是 停價鐵板燒 你感覺它真的好吃耶 真的很療愈耶 它溢出來 所以一定超好吃 對決 遮滑鐵板燒 我剛剛想說你們 盤子幹嘛模仿人家愛瑪士 對嗎 我們售價的話是20幾塊 這有豬腥味 超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就是要對決 到底是平價便宜的產品吸引人 還是高貴奢華的產品令人向往 歡迎收看今天的就是要對決 今天各位帶來的對決是 平價鐵板燒 對決奢華鐵板燒 那各位應該有看到我的背景 我現在就站在 非常代表性的平價鐵板燒 連鎖店前面大普鐵板燒 而且這一家是吉林店 聽這個製作人說 特別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好吃 待會再跟他聊 這一次我們的來賓邀請到我 多年的搭檔 謝 原型小巨人 原型小巨人 好 我是子玄 陸子玄 遊戲實況主熱愛槍戰遊戲 尖叫聲會決定槍的準度 與表姐謝潔玲合拍 八七姊妹那些事 打開網路知名度 花了大概幾秒鐘才想起 妳是子玄 我姐姐會走心喔 好啦 潔玲不要生氣了啦 好不好 歡迎來留言 我幫妳自頂 衝一下訂閱 我們進去吃鐵板燒 子玄妳平常有常吃鐵板燒 欸我很常吃耶 我其實一般都是吃 來這邊打包菜 他們的菜超好吃 高麗菜跟 還有豆芽菜 豆芽菜 對 因為蒜味很夠 然後又有辣 如果有點肉 妳會點什麼肉 我之前是點菲力 喔妳很有錢耶 很好嗎 那就點一個菲力 因為我平價鐵板燒 我一定都是點雞肉 就是雞便宜 然後我覺得雞肉要雷的機率相對低 那菲力的話 好吃可以到很好吃 但是 如果不新鮮會不好吃 喔 所以保險牌我會點雞肉 聽說這個製作人很推這家 我覺得他會那麼味道比較不重 那他推薦 荷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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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有點醬 喔 妳敢吃半熟 可以可以 好啊 那我們就點個半熟荷包蛋 我自己是還會點 喔他這好像爆預算 我自己平常是會再加點鐵板豆腐啦 我剛剛才講講鐵板豆腐耶 妳也是嗎 妳也是嗎 真的嗎 當然要再多賺好幾個月的錢耶 好啦不然再加點一個鐵板豆腐啊 這邊的湯跟飲料 出現 我覺得湯比想像中好喝還蠻甜的耶 我蠻喜歡菜頭湯的 我也喜歡 飲料的話我覺得就是一般的 很常見的冬瓜湯嘛 那平常除了鐵板燒還有愛吃什麼嗎 例如出國回來 妳會想念台灣的什麼吃 牛肉麵 那妳是那種會覺得 廚師在你面前料理很療癒的人 我會覺得就是很安心 如果可以看他的料理 然後我可以邊吃 所以我覺得鐵板燒內用很棒的點就是 他會做一做然後 一份一份的然後分到你的那個 對 米箔紙上面或盤子上 有多燒的飯 喔我也要爛一點 可是我看他現在看起來是爛一點的 我喜歡爛的 我不喜歡脆的耶 我怕牙齒掉下來 因為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通常米飯的狀態就比較好了 所以我這個也很難搞 我高麗菜要軟了 可是我飯就不能太軟 那你真的不能吃外帶 因為飯容易軟掉 你剛才好吃耶 我覺得它辣椒很香 對啊很棒耶 但我覺得豆芽菜要好吃比較難 豆芽菜很常會有土味 鐵板燒這個優點就吃了兩種菜 就覺得哇我今天好健康喔 就算不運動 仿佛 真的 就覺得說 欸這樣子我應該可以待會吃一個炸雞 靠賞一下自己吧 欸這間的豆芽菜真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那當然味道重有優點跟缺點 它整體的調味一定會是偏好吃的 可是有些人不喜歡吃重鹹 因為我超愛重口味 這個真的有很合我的味 它的菜本身就蠻下飯 但我覺得飯偏有一點點乾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飯 應該是設計給外帶也不會太軟的一個的濕度 而且放那邊 來了 耶 半熟蛋 真的很療癒啊 它溢出來 半熟蛋好好吃喔 好爽喔 那你的豆芽叫紅燒很乾淨的 紅燒吧 我們今天是吃紅燒的 我們今天只有準備一間超級厲害的高級鐵板燒 原本會擔心說這樣相較之下 大福會不會配比下去 喔 可是我覺得完全沒有 所以妳是有吃過高級鐵板燒嗎 有吃過 因為超比較像是商務 有的時候跟仿商在談事情的時候 會吃高級鐵板 對 現在看到幾點 哇 那它剛才比較晚耶 超晚的耶 會有那種看完夜明 然後它可以吃一下 宵夜吃大福很爽 好嫩 欸真的耶 可是它的調味也是 醬的味道比較重 對 黑胡椒醬 但我個人會更喜歡牛肉味重一點 就是醬少一點 喔 你是喜歡吃牛肉的味道 然後我比較喜歡吃肉味 其實我們吃起來跟你有點像 對啊 我那要講什麼 味道是混到的 沒有 我就是因為它醬的味道很重 所以就是妳很多時候是在吃醬的味道 其實也沒有不好啊 就是妳要下飯的話這樣子也是OK的 然後豆腐來了 鐵板燒雞有幾種 這個算是紅燒嗎 有一種是比較乾煎就是表皮會脆脆的 我知道是乾煎的 我比較喜歡脆脆的 豆腐不錯 綜合來說我最喜歡的是 然後肉的話我覺得就很下飯啊 我覺得鐵板燒的一個優點就是 它的客製化程度很高 因為它就直接在妳面前料理 它雞肉配九層塔吃很好吃 它菜真的好好吃 它菜是本體的 我每次來吃都會加菜 我知道它的那個 我們外送跟吃這邊差在哪裡 因為我們在這邊吃可以是加菜 可是妳外送的 可以嗎 可以啊 只有妳才可以吧 沒有啊 欸 還是分店不一樣 我跟妳講我身邊的正妹 常常跟我講 而且她覺得是妳所答案的事 沒有 只有妳 我跟妳講 不要大家跑來要什麼 我覺得在主廚會過的時候 對不起 對不起 紫萱可以 肥宅不行 好啦 那我們這邊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這一間大虎鐵板燒吉林店 我覺得風味是偏重鞋 但是滿好吃的 我覺得很OK 因為很重 很重我的口味 對… 吃過別家的魚鱗很香 其實別家應該也可以叫它做重口味 只是妳不跟它講 高麗菜覺得比較清淡 可是這家我覺得菜的表現很好 然後肉的部分的話 也是比較重鹹 醬的味道去領導肉的味道 但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因為就是以這個價格帶 它要打的這個族群來說 它這樣子的料理我也可以理解 那我們就慢慢吃 然後待會就準備去吃傳說中 超頂級的鐵板燒 各位 我們接下來來到位在 劍檀站附近 非常低調的頂級鐵板燒 叫做 戰鐵板燒 好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欸 副總想問一下 這邊的裝潢風格算什麼風格 其實我們的畫就是 我們之前的不同的一些手 有清朝的 龍椅上面的 那個是比較歐洲的 是達利的版畫 愛瑪士的秀盤 喔… 我剛剛想說 你們盤子幹嘛模仿人家愛瑪士 結果是真的愛瑪士 你不要說我好害怕喔 我會好害怕喔 那這個盤子會很貴嗎 我們拿起來的這個 攝影盤 攝影盤用 這個 差不多一萬五字兩萬塊 哇 在於就是我們的這個一隻 喔 一隻 這是單賣的手工 這一張到五到七 單賣的 哇 因為我跟他講一個概念 就是實木的傢俱通常都很貴 然後如果有一個品牌 或是有一個故事 就是它有一個歲月的話 一定又會更貴 我就先幫你解個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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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接下來揭曉這邊的價位 午餐一千八 午餐好像還好耶 午餐一千八就是算貴 可是不到很誇張 對 還可以 然後晚上的話 我們就從這個畢業開始 3080 3080 這個有一個一萬兩千八 這是六個人 喔 六個人 一個人一萬兩千八 不是六個人一萬兩千八 喔 六個人 然後一個人一萬兩千八 所以乘以六是多少 七萬多 七八萬 對對對 蛤 啊 太可惜了啊 今天只有兩個人 好 六個人來 一個人分的來 最高最高 我們這邊的話 是道普 八千五 河牛 神戶河牛套餐 八千五 搭配餐酒的方式 嗯嗯嗯 餐酒 就是三杯一千塊 頂級的餐點通常是配酒 三杯的話我會幫你搭配 香檳 白酒 紅酒 所以待會我可以帶你參觀一下 有酒窖嗎 有啊 當然有 我還沒看過就是厲害的酒窖 還是我們先參觀一下 好啊好啊 那我們去看一下酒窖 來 歡迎 這邊就是我們的酒窖 這完全 你看得到的都是我們自己 從法國跟澳洲帶你進來的 我們的城板它全部用檜木 所以這邊有很厲害的酒嗎 嗯 檯面上我們現在看得到這個 像這個是五大酒莊全部在上面 拉肥 拉肚 馬肚 歐布洋 摩托 不過其實我剛剛有偷偷跟副總聊 副總說八二年的拉肺 你們這邊可能有不輸他風味的酒嗎 有 我們有五大之上的 叫做 像這個就是 歐巴斯碗 美國的那個白宮御用酒 然後這是人家說 常常講的漫畫的第三史圖 整隻拿來的 叫王心寶 卡巴地卡巴的撇口 接下來我們像這個 是專門開Party的 這個是六公升的 澳洲百分之百 它是那個歐巴斯 差不多是一八九三年的 葡萄老人下去做的 這應該也不便宜吧 對啊 也還好啦 八萬塊左右 這一排的話 全部是五大之上 叫做Partus 然後你看像這一箱 因為這是原裝箱 我們比較沒有在猜 這一瓶的話 我們售價的話是二十幾萬 你說一瓶 啊裡面有幾瓶 十二瓶 對 對 啥巴斑 這個原裝箱是可以上拍賣會的吧 可以 我原本還有七幾年的 都被開完 是真的客人在現場 就開一支幾十萬的酒 然後把它喝掉 對 對 對 感謝副總 讓我們看二十幾萬的酒 我們就看看 我們就看看就好 不過大家可以感覺到 就是它這個要維持恆溫跟恆濕 所以 因為門一打開 它就馬上要再排出去 對 對 所以我們還是盡快出去 現在目前看到差不多 七八千瓶的葡萄酒 在某個地方還有一個天然的酒窍 有差不多兩萬多名 你們老闆還有自己另外一個酒窖 對 對 對 希望老闆讓我去拍他的家 這樣 好 各位我們剛剛看完酒窖之後 討論一下 預算有限 所以呢我決定我點3380的 這個伊比利豬就好 因為我個人也是很喜歡吃伊比利豬 然後呢就幫子玄點了一個 最頂級的 神戶和牛 8500的套餐 哇 聽說他們是請台灣 野版燒介很有名的 葉師傅 我超不高 這個是8500套餐裡的嗎 對 對 對 哇 這個是喔 日本的 北海道的貓線 然後這是本港的 Yamato的龍蝦 然後這是澳洲的鮑魚 原則上我們是用紅的野色明蝦 但是因為最近沒有紅的野色明蝦 所以我們就用最好的龍蝦 哇 這是不加價 我突然覺得食材本身就很貴耶 對啊 明蝦換龍蝦耶 明蝦換龍蝦 然後這個毛蟹也超貴的 對 對 對 等一下要吃一隻腳沒貨 喔喔喔喔喔喔 不是想吃喔 等一下要吃一隻腳 喔不是想吃喔 可是這一隻的話就不止啦 對啊 我想說這隻不止 我也嚇得到耶 也好啦也好 副總很老實啦 日本人 師傅妳好 師傅妳好 來來來來來 我查資料 他說師傅服務過 台灣的市任總統 欸 開胃菜就是魚子醬很浮誇耶 哇 捨不得挖耶 怎樣怎樣 它的慕斯裡面有帶起司嗎 對 有起司 然後有毛屑 毛屑是甜的 我用這個挖好 我拿一個配個湯匙 魚子醬千萬不要用鐵 用鐵的話會 魚子醬會整個 它會起一塊就不會滑 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很鮮 因為以前我自己吃魚子醬很常吃到 太鹹了 可是它因為跟 它有做一個毛屑跟慕斯的混合在一起吃 就會甜甜的 層次是好吃的耶 這邊的話是我們 蒸香辦理套餐裡面的 松露奶汁蒸蛋 稍微攪拌一下 因為下面有松露奶汁 你們跟大埔一樣都有拌熟蛋喔 哈哈哈哈 就是你一開始吃下去是半熟蛋的口感 可是它的尾韻呢 是那個松露的香氣 魚子醬在裡面的 的這個成分 反而沒有那麼重 我覺得它魚子醬很自然的融在了 蛋黃的味道裡面 剛剛副總跟我說呢 就是吃這個前菜一定要配香檳 然後香檳真的很好喝 好香喔 很好喝耶 很好喝 我覺得很好喝啊 我們現在喝的時候 它的鼻子會在這個味蕾會在這邊 會聞到那個香氣 喝下去的時候 誇張好喝耶 欸你分析酒也太熱情了吧 那你酒鬼 對啊你絕對是酒鬼吧 不是他剛剛就是 噢這個好吃 噢這個口味有重 我覺得沒有口味 然後現在幫你送的湯品 名字的話是龍蝦龍湯 龍蝦 這是連殼帶一口蝦去做的 它這個話是山藥南北 山藥是最適合山藥湯 蘑菇湯的味道 然後帶一點點鮮味 那你覺得吃完這個山藥湯 你就一半飽了 因為現在在運作 就不敢吃太多 不敢吃太多 沒關係啦 為了今天放重一下 明天 你看 都是山藥泥店 對啊 所以我才說你會不會飽啊 感覺很棒耶 但是山藥泥應該是好的澱粉 因為它是圓形澱粉 它是不是湯裡面也有加核桃啊 有 好吃耶 因為麵包有時候 就是我們手工的核桃麵包 嗯 麵包好好吃喔 我們一種現在在邦寧裡面說 你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 鴨肝 法式鴨肝 喔 鴨肝 因為現在沒有鴨肝 其實 大家傳統上都說什麼法國鴨肝 可是其實 即便在巴黎頂級的餐廳都 聽說都不見得吃得到鴨肝 那聽說頂級的鴨肝 不輸鴨肝是嗎 鴨肝的那個 香氣比較野香 鴨肝是比較溫和的香氣 口感是差不多 這個鴨肝感覺外面點 感覺就要八百一千塊了 哇 這邊有五花果 對 這個屏東的有機的五花果 五花果是配鴨肝嗎 還滿適合的 我剛剛跟副總聊天 副總說就是他們的大量的菜都會有松露在裡面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松露是一種很貴的食材 然後他就說松露對他們來說不是奢華 是一種格調 因為松露這種東西一開始大家都在意下就是貴 可是其實你認真去吃會發現松露很搭各種東西 就是薯條這麼平民的東西 也會搭一點松露醬 對 是超好吃 不然三不五指就 喔 加一些松露下去 喔 不好吃喔 加松露 他們說三大食材就是松露 鵝肝 魚子醬 那其實鵝肝跟魚子醬 我的經驗都是比較高冷 要嘛配酒 要嘛環境要到 可是松露是真的 一般也可以快速進入的一個食材 什麼燉飯啊 都可以加一個 對對對 然後聽說葉師傅的醬汁真的很有名 這個醬汁要熬一個禮拜 你看我這麼大塊的鴨肝耶 我沒有吃過這麼大塊的鴨肝 那你可以看到鴨肝的這個橫截面 就是真的那都是油脂啊 其實很香甜 但是我相信吃這麼大塊 一定會覺得有點油膩 就要試試看搭配乳花果 欸 很好吃耶 它的這真的很棒耶 很難想像說一個果肉的東西 可以跟油脂這麼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會感覺它沒有這麼油 會覺得他們本身是兩個 一起出生在一起的 它五花果是甜的耶 它的醬的紅酒味很重 是不是紅酒嘛 30年的波特酒 X或白蘭蒂 雖然有點罪惡 可是我可以把它整塊吃完 要配酒 對對對 我剛剛剛剛跟你說 我喝完酒感覺不一樣了 酒的部分我都打算給你講 我剛剛吃一半發現好像有點膩 然後喝一點酒好像都可以繼續吃了 這絕對是我午夜夢迴 也是會想到的美食之一耶 它很乾淨 吃的是昆虎齁 野生 YAMAGO的龍蝦 那子群妳是愛海鮮超過牛肉豬肉的人嗎 我是海鮮控 我不吃深 可是我是喜歡吃螃蟹 然後蛤蜊龍蝦那些 接下來幫你服務的白酒 這是我們阿拉莎士的慕斯堂 欸 很特別 因為第一杯香檳它是傳統經典好喝的香檳 可是這一杯是真的果香很特別 嗯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喝耶 我覺得它偏酸耶 有一點點 那來吃龍蝦了各位 然後這個醬汁是我們的蜂蜜芥波醬 35年前我從日本學回來的醬汁 學回來的 可是蜂蜜幾乎不是有的時候在漢堡或薯條都會看到 它跟一般的 這個用十幾道的佐料是調出來的 它龍蝦不只是一般常見的鮮甜 它咬起來口感很大 六分熟 對 六分熟 有的時候龍蝦如果做到九分或是全熟 會稍微有一點點破壞食材 有點落掉 有點硬 它的龍蝦保留有點軟Q軟Q的 這桌子很好吃 很好吃 超好吃 我覺得這樣這樣會讓食物變甜耶 對對對 厲害了 這個是鮑魚嗎 對 澳洲鮑魚 這是活的耶 活的 那都這樣嘛 頂級的 不管是日式料理或是鐵板燒 它就是活的食材 都OK 這個是香檳醬 老母雞高湯 這很厲害耶 好香喔 松露的味道 好香喔 松露的味道 海味進來 喜歡海鮮鮮味的人 會很喜歡這道料理 它很多層次耶 就是一開始是香甜的 然後最後進入到海的 它的醬不會膩耶 很多奶油那種醬會膩 但我覺得它不會膩 一部分也是因為 我覺得松露還是會把它那個拉出來 現在賣給上的這個是我們的檸檬冰沙 加上上面我們當季的玉盒凹 這樣一口把它吃下去 這個花也可以吃 可以 也這樣嗎 但是這一兩個月才會有 為什麼現在要先吃冰沙啊 清口腔 清口腔 所以稍微再中和一下口腔 因為我剛剛有問了一下子玄 說他有沒有吃過和牛 子玄說有吃過 但是你分不太出來 對 所以我不太吃和牛 因為我覺得我分不出來 貴跟子皮便宜的那種 我覺得應該是分得出來 你今天試試看 神戶和牛 A5 因為我12級的 喔12級 老饕上開過那個 這是澳洲有機的 然後它的品種的話 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沒有 怎麼會這麼順啊 因為它幾乎沒有色味 我覺得你會不只喝一口 欸 很甜欸 很順欸 很順對吧 你幹嘛不還我 你幹嘛不還我 要講解一下是因為和牛 它的油脂很多 所以它在煎的時候 往往你會覺得它好像煎到 有點焦 是因為它的油脂很多 那有些人會做比較金黃色的 哇 這是四方形的這樣煎耶 好 我要先喝一點酒 先吃鹽味 這個很燙 你吃得出差異嗎 跟剛剛的杯粒 超嫩 它比較舒服 表皮不一樣 表皮不一樣 油脂感 你要感受一下它的 你咬下去 然後那個油脂爆發在你口腔裡的感覺 它噴出來 對對對 然後它咀嚼之後 會有一個牛油的香氣 對 殘留在你的口腔裡面 但它不會太油 這算很好吃的 當然 我個人會喜歡再更薄切一點點 而且吃完牛肉再喝紅酒 紅酒喝起來又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這也是醬汁啊 這個是八年的紅酒醋 可以沾那個伊比利豬 因為伊比利豬理論上它是 可以生死的對不對 這個OK 因為這個是從小到大都吃橡樹脂 伊比利豬通常口感會比較 再Q一點點 是像松阪豬那種嗎 松阪豬它的部位 對對對 豬頸肉 所以松阪豬會比較崩一點點 然後伊比利豬吃起來 它腥味應該會更清淡一點 它完全沒有腥味 跟一般的豬肉餅 我覺得它比較清新一點點 沒什麼腥味 對 沒有豬腥味 超好吃耶 我吃得出來頂級豬了 你吃得出來喔 那你點3380就可以了 我覺得加一點黑胡椒醬煎真的很棒 這個是不要把伊比利豬都很好吃 哦 第二罐比較香甜 油脂的關係 我覺得這一次紅酒更濃郁一點點 但是它那個澀度不要沒有瀕子 但它就不夠澀 配酒那個層次會更多一些些 師傅我怎麼還有 這個是牛筋 牛筋 剛剛那個肉起下來的牛筋 這個炒到花蓮的 不會比較像 嗯嗯嗯嗯 怎麼辦 我覺得我已經喝到有點忙了 我太久沒喝酒 而且你又混了 比較高階的鐵板燒 最後都會有炒飯 哦 還有炒飯 就是它會讓一些食量比較大的人 哦 怕沒吃到 現在辦理上的這是 菠蘿皮辣椒炒牛筋 然後這是我們夜總特別招待的 辣嗎 一點點可是 哇 因為單吃剝皮辣椒會有點太鹹 可是喝了紅酒之後 整個被中和掉 然後又多了一個紅酒的層次 還有丹尼的香氣在裡面 哦 牛筋好吃耶 好不像牛筋喔 就是正常牛筋會覺得很韌很難咬 對 它不是耶 這也是我們主廚招待的蒜炒飯 哦 你也在吃大蒜麵包的米飯板 蒜頭味很重 那每一口米感覺有四片蒜頭 我覺得它這個炒得也蠻好的 粒粒分明 師傅我查資料 他說你也服務過獎金國總統 有 就四任的 對 他前那個東家王國的國王 那那個時候你還很年輕這樣子嗎 三十幾歲 十八歲就 十八歲 十四歲開始 我學了四年 可是那個時候你就是主廚了 欸 廚師而已 哦 哇 還有加蜂蜜喔 哇 這一定很厲害耶 加很多耶 然後又加奶油耶 哇哇哇哇哇哇哇 沾上這個醬 你最愛的醬汁 不講還以為是鰻魚耶 吃出來是香蕉嗎 嗯 香蕉感覺上面裹了那個焦糖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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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另外一個吃甜點的胃應該開起來了吧 哈哈 本來是關著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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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少女喔 它的醬很天然 很像凝固的牛奶 牛奶湯 嗯 好好吃喔 好好吃耶 完蛋了我會把它吃完 它吃起來有點半熟蛋的口感 哪有加那個奶香 原本以為吃不下了又把蘇菲吃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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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那最後呢 要揭曉我們的帳單了 你覺得是多少 一萬六 比想像中便宜啦 一萬四千一 三三八零加八千五加喔 我點一千塊 這樣的話是一二八八零 然後加一成小費 一四一六八 是不是便宜 還是很會 但是我覺得其實剛剛夜師傅也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貴的鐵板燒跟便宜的鐵板燒也沒有衝突 也沒有說一定要去比較它 就是夜師傅說他自己也偶偶去大埔鐵板燒 點一個雞排 然後看他那邊煎煎煎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愛吃蔬菜 然後想吃一下鐵板燒 我覺得大埔很棒 然後頂級的話 這一次的讚鐵板燒 我覺得吃到最後很掙扎很矛盾 是因為如果真的很好吃完蛋了 下次我真的會帶 帶梅亞來這裡吃 然後最後結論就是 欸會喔會帶梅亞來這裡吃 我賺一萬四千塊 最後呢再次感謝子玄陪 我們這樣吃了一整天啊 他平常主要是在開遊戲實況嘛 對啊平常都要開遊戲實況 對對對 所以請大家follow他的這個臉書 然後呢應該有 應該也有youtube嘛 有youtube 我們要記得多多追蹤 那以上是本週的就是要對決 我們就下週見囉 晚安掰掰 你知道我昨天是哭著最早的耶 我想說啊子玄發了兩次都不來 那我就真的開始認真的檢討的時候 我到底哪裡就錯 然後後來就 後來是想說會不會是今天講你 我昨天其實打開捷你的視窗 然後打了字又刪掉打了字 你有那種感覺就是 字句斟酌很怕講錯話 沒有我還跟我姐姐講說我今天會來 對還跟他講說要注意什麼 害我昨天內心去演那麼久 師傅你可以對我兇一下嗎 我不敢 他就來問說 那個子玄明天不用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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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了嗎 我幫你問 這一箱二十幾萬全部給我開了 不會 哈哈哈哈 不會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這真的不會 我們可以用刷卡的沒關係 我的卡真的可能 你車子也可以放這邊沒關係 謝謝謝謝 今天會帶來的對決是 請假素食 晚餐 台幣XX吃到飽 這是台北嗎 對決奢華素食 比較貴的餐具還升級喔 還升級 不是這杯子也差太多了吧 我跟你講 人生就是有階級 你可以粗魯一點 他富製的比較爽 粗魯一點感覺是要加錢 怎麼會有握壽司 哇這 哇 你待會會上古針對吧 這太扯了啦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生魚片嘛 都混進來 不好意思我真的太震驚了 這不是素食吧